爱情喜剧电影《不日成分》定于2021年何岁当上映 而今天就率先看到电影的先到海报和预告 可以见到设计和表达手法皆别具一格 在海报设计上将传统架取的喜致和从此被困的监狱合二为一 而预告电影笼罩原移气氛和黑色幽默带来无限想象空间 难怪主角陈家乐笑言看了这个预告 导演的剪接手法带出类似经历片的感觉 其实《不日成分》包含了不同元素 保证令大家有惊喜